瓦波板卡 一座位于北流府板卡区的寺庙 在距今约250年前 塔辛国王的时代 沿着斑巴公和兴建 寺庙中央采开放空间的大厅里 供奉着大大小小多尊佛祖 让民众参拜 看似与一般寺庙无异 却因数以千计的泰国胡福挂满树枝 令人望之深阙 又叹为观止的景象而远近迟迷 泰国胡福 长得如其名的狐狸脸 圆圆的双眼 突出的鼻子 小小的耳朵 黄棕色与深褐色的皮毛 两翼展开可达一公尺宽 双翼紧紧将身体包裹 靠着五根细脚爪 倒立吊挂在树枝一端 时而安静 时而躁动提叫 因其咒服夜初的习性 所以白天可见到 为树可观的胡福 倒吊在树上睡觉或休息 当夕阳西下 他们才外出觅食 水果与嫩叶 是这群素食者的食物 除了自行开车前往外 寺庙的后方有座码头 人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船 沿着邦巴公河畔欣赏美景 在悠闲漫步到寺庙参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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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